阿媳妇你那边好了吗 我们走吧 还差一点点 那你快点吧 哎 婆婆你这是做什么 你放太多了容易压缓 你这样放不是也很多吗 阿姨你们在田里有看到我婆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阿姨又离家出走了吗 不知道算不算吵 就是她说这两天腿疼 我让她在家休息 不要去田里就跟我吵了起来 今天都没看到她人 那你打电话给她呀 我也想打 但是她手机在我这 好吧 好像老一辈的手机从来都打不通 要不让我跟你到处找找吧 嗯 行 谢谢你啊 我婆婆就是不让人省心 年纪大了就喜欢干活 你们快去找吧 阿媳妇男子给我吧 好 那我们走吧 你去吧 阿拉姨 婆婆 阿拉姨 你怎么在这啊 你阿媳妇到处找你呢 找我干嘛 我去田里砍菜头 你看这个菜头又大又尖尖的 来回去炒了可好吃 省了不少钱 是省不少钱 不过你就砍了这么多 你吃不完吗 吃不完留了遮掩菜 可以吃好酒啊 那边还有很多 你也要赶紧去砍啊 完了就没了 天气这么好 你不都出去走走运动一下 好吧好吧 那我跟你去吧 你等一下 我这也得拿回去 我们再去 喂 阿媳妇 阿媳妇 我马上要走了 你们赶紧回来啊 哦好 我们这就回去 阿里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赶紧走吧 哎你等一下 你阿媳妇马上就回来了 那我们更要快一点 不让他不让我去 婆婆你这是又要去哪里啊 那个我去扛点菜头 家里菜头都堆不下去了 还去砍 你休息一天吧 是啊阿媳妇 看你找疼的那么厉害 就别再去了 你们等什么 那个菜头可以挣很多钱 那你也别穿拖鞋去啊 多危险 穿一双舒服的鞋再去 不穿拖才穿什么 哎 阿媳妇 你今天这双鞋子 看着穿起来很舒服 什么鞋子啊 这是我儿师傅 给我买的足利剑老人鞋 人老了脚就容易变形 穿普通鞋子就容易难受 还是得穿专业的老人鞋 是的 足利剑是专为老人脚型定制的 阿兰姨 我家里还有一双 你试试这双鞋 暖暖的 还一年四季都能穿 真不错 这双鞋给你阿兰姨 我到时候再买 阿里那我们赶紧走吧 婆婆那你早点回来 小李你也别担心了 看样子是不会离家出走的 你不懂 我婆婆一辈子省钱省习惯了 有时候宁可自己累半天 也不肯多花一分钱 我真的很担心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勤俭节约不是很好吗 那看要怎么节约 像我婆婆平时爱吃隔夜菜就算了 买了水果饭烂了还不吃 就留着给我们吃 你说要是吃生病了怎么办 这样子啊 那确实有点过了 要不然我们这个 那就交给你了 我先走了 好你放心吧 我过后就去 阿兰姨 你儿媳妇跟她吃了桌子上的菜 上头下线 上头下线 我不是让她不要吃 那这一餐我留自己吃啊 她不知道就吃了呗 那我赶紧回去看看嘛 哎呀别去了 你儿媳妇已经在医院调频了 你去我家等吧 这去医院又花好多钱吗 是啊我们走吧 儿媳妇怎么回事啊 演个演的 我先去做饭 儿媳妇你来烧火 阿兰你坐下休息啊 好 别再再 哎呀 怎么还没出来 他也不怀 快快抹干眼泪 看他晃不美了 阿媳妇阿兰来吃饭了 哎我不吃吃不饺 我不知道我还几乎怎么样的 阿媳妇 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 是啊打个电话问问嘛 好 喂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刚打完调频啊 正在回来的路上啊 好那你路上慢点 怎么样啊好点了吗 好多了就是听说花了不少钱 都是我的车 我做那个菜我自己吃就好了 隔夜菜谁吃都不好 难道你生病就不用花钱吗 我就自己捡个孩子们捡点钱 没捡到会这样的 我们老一辈总想着给孩子省点钱 吃过气的东西拼命的干活不休息 却没想过要是生病的话 那花的钱都不要是你菜钱的几百倍呢 是啊阿阿姨 该省的省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 我知道了 我孩子要回来了 我要回去煮灶给他吃了啊 哎我这都煮了呀 阿姨不吃饭吧 婆婆 这下阿阿姨应该不会吃隔夜菜了吧 不会拼命干活了吧 嗯希望他听得进去吧 好了吃饭吧 婆婆 这个桌子饭家里很久了 你怎么突然拿出来呀 平时切菜的桌子旧了 我想了想了还是换这个吧 换是可以 可是红色的用来切菜很奇怪呀 我们为什么不买个新的呢 买新的干嘛呀 这红红红的多喜庆啊 就像我们的日子一样 要过得红火 还能这么安慰自己啊 好吧 嗯干洗吧 今天给你做个泡鸭爪 啊 等一下我还有东西要洗 小云 你怎么和你婆婆相处这么融洽呀 有什么秘诀吗 这个招呗 还好啦 也就正常相处 感觉很多时候都是我婆婆烂走的 哎 我总感觉我公婆对我有意见 我也不敢说什么 对了 上次说要一起逛街没有逛餐 今天要不要一起去逛一逛 可以呀 不过你今天不用带小孩吗 不用 我婆婆帮我带 我们走吧 那你等我一下 我把东西搬回去 啊 师傅不用带了 我待会一起拿进去就可以了 你去玩吧 好 那走吧 我去拿包 你婆婆真的对你太好了 我好羡慕啊 我感觉自己好不幸 别这么说 你婆婆不也帮你带娃吗 阿玲啊 你今天大超出娃 挤了这么多东西啊 是啊 哎呀 你说你这是越来越漂亮了 是啊 这样他妈妈一样漂亮 好了 我进去没菜了 我还几乎爱吃那个盐体 一天再没我呢 我去忙啊 嗯 赶紧去吧 你稍等一下 我画个妆很快的 好 哎这个桌子怎么这么漂亮啊 哪里买的 啊 这个是我婆婆做的 漂亮吧 你婆婆也太厉害了吧 这都会做 好羡慕啊 是啊 真的很厉害 不过你也不用羡慕我 你婆婆也很好啊 好了 我们走吧 今天要去哪里逛呢 我请你做头聊吧 我老公充了会员卡 哇 你老公也太好了吧 好什么呀 天天忙工作 我都没有时间陪我 我跟你说啊 你好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多少钱 嗯好的 你这个账户还有一万一次都还没消费过呢 那你们今天要做什么项目呢 我给你们安排一下祭司 随便做一个吧 嗯 那就这边请吧 你看我老公 天天以为买点礼物 花点钱 就把我打发了 我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我要他多陪陪我 经常带我出去旅游什么的 小云 小云 我们睡着了 哎 你们也买好菜了呀 是啊 刚天的时候你还几乎跟我还几乎出去玩啊 等会他们回来了 让我还几乎早点回去吧 别紧留了 不然泰文师换队伍不好 好 你放心 别再猜 别再猜 打个疼 想过 回来 嘿 醒过来 你疼好 也 不怀 哎 哎 哎 你在我家玩一伙吧 好呀 哎 你们回来了 哎对了你婆婆让你回去吃饭 不然太晚了对胃不好 这都要管 啊 师傅你也赶紧洗手 准备吃饭了 好 婆婆 其实做人吧 要知足常乐 不能奢求太多 哪有那么多烦恼呢 是啊 我有空你劝劝他去 嗯 吃饭吧 哦